这位朋友们说预算三上三十五万左右 目前看着了辉扬跟捷豹XFL 问哪个车的性价比比较高 后期保养比较省钱比较保值 保值这事跟他俩没什么关系 你把保值这事忘了就好了 不要想保值的事 那这两个车你要说性价比高 我觉得还是捷豹性价比高 大众品牌跟捷豹品牌在一起 你觉得同样价格你会买谁 对吧 肯定捷豹品牌啊 对吧 豹豹品牌嘛 你要买辉扬啊 总觉得有这样帕特 你不如买一个高配的帕特开 不夸张吧 然后呢XFL呢 你能买一个最低配 没问题 P200两驱精英豪华版 三十九万九千八 终端寥寥 约会十万 基本没问题 但是买捷豹这个车啊 我觉得有几个点 后期维修肯定不便宜 这个旅质车身的这种结构 那维修成本会更高 同时这个车偶尔会出一些小问题 就现在电子设备上 比如说车机屏幕死机了 或者这个触屏不工作了 有可能啊 因为我们直接看过这个车 确实这种感受 所以说买这车有面 但是偶尔呢 会让你一些有些小看大 另外啊 就是你都花这个钱了 为什么不买一些相对 保有量大一点的 虽然都不保值 对吧 但是呢 咱可以买那个 这个相对 稍微价值高一点的 从得里拔将军去忙 对吧 比如说凯特达克CT6 你也花三十来万 你买一个这车 凯特达克品牌 不比达着品牌高端吗 对吧 不夸张吧 那你说你这个价格 你买到28T的 豪华型 42万9千7 优惠十万起 十万起啊 可听好了 因为现在CT6处于是一个 新老交替的阶段 只能看到了 新的CT6已经发布了 就这个叠照啊 那老的肯定给优惠啊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当时在就这款CT6 新老发布交替的时候啊 老款能给到差不多 13万左右的优惠 所以说你这价格买CT6 我觉得很实惠 配置高 对吧 而且这个价格合适 如果你预算高的话 我都建议你买到那个 就是带后轮转向那个 那开的确实感觉更加灵活 你要说掉头啊 确实比这个 没有后轮转向的啊 差别挺明显的 另外就是World S90了 那个空间够宽敞 安全配置够齐全 所以说自己开的话 S90我更推荐一些 关键是 那是这种设计 简洁不过时 同时 它的各种态值 更全不关键 安全配置齐全啊 所以说 你像这个价格 你要考虑昏扬 XFL的话 可能不是第一推荐 要必须认证21的话 建议XFL 但如果不是必须选的话 建议也可以看看CT6跟S90 挤一方不关键 感谢观看